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一早要跟大家做分享的車款 是 Mazda CX-9 那這部車是我們之前公司裡面 公司裡面應該有做過一次直播 那一位車友後續的話也覺得 KT 的整體表現不錯 那家裡面也有其他車種 也一直在陸續評論當中 那這部車的車格算是七人座 所以它跟 CX-5 的底盤架構 基本上的架構是大同小異的 那主要是車重的一個差異 所以我們在彈簧還有前後主移上的配置呢 也不太一樣 像後方的統身行程呢 就需要因應這台拉長的3公分 那一般以道路版的設計來說的話 前面我們配置的是8公斤 後方的話是配置6公斤 就是給這台 CX-9 2500 CC 四輪傳動的一個版本所專用的規格 那車友的話其實也做了一些基本的底盤改裝 譬如說這個20吋的鋁圈 這個是255R50 20吋的一個鋁圈跟輪胎 然後下方的拉桿還有引擎式拉桿 還有前面的防晴桿之類的話 都有做了一個技術的升級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改裝原廠避電器好了 原廠避電器的話這個是前面 它前面的話不論從三代 從三代的 Mazda 3 或者是 CX-5的一代二代跟 CX-9的 它的前面的架構都是一樣是賣花層 而且它的很多的局部零件都是可以共用的 像是前面的話 這台車的前面跟後面的避震器上座 KT就有附了 所以不需要再拆它原廠上座來沿用 所以它的前面是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那後方的話是一個多連桿 就是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經理常常會做一個動作 就是我們來壓看看它後方的桶芯 如果像是近期的車子 以雙B來說好了 像是之前有直播過W205 它的後面的主移就是做Overtending的設定 所以那樣的車款很多的車主都反映說 W205 AMG的版本 它後方的主移做起來 在台灣的低速時候的路感是比較不舒服的 但是過了時速1.1.1.3.1.4. 甚至1.7.1.8.上去之後其實還蠻穩定 那主要是它的後方主移的差異性 像日系車的話它一般不太會做Overdamping 以韓日系車來說 我們最近遇到比較會做Overdamping的車款 就只有Elantra的AD 這個渦輪那一台版本 那一台的話它後方的主移其實做得蠻強的 那以這樣日系車的話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性 畢竟這是大型的修理車 所以它還是要以舒適度為主 所以它的主移其實就是偏軟的一個結構 所以它在舒適度上的話 我肯定它一定是OK的 可是當在高速變換車道 或者是說我們有遇到坑洞期的時候 它坑洞處理的能力跟效率呢 會比較偏向舒適 那就當然 舒適跟操控它就好像是一個偏平 在兩個當中取得平衡點的話 就要考驗到披震器製造廠家的功力 那畢竟這個它還是以中大型出世的修理車啊 所以原廠它並沒有做得很運動化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上座啦 這個是後面的彈簧 它的線徑的粗細 因為它的車重還有四輪驅動的關係 所以它的線徑會比CX5的磅數還要來的高很多 那原廠的介紹完畢了 我們快來看看改裝KT之後 它的後方的一個改變 像後方的話 它原廠的車高 之前的機率的話 原廠的車高 輪胎上遠到葉子板 大概是76mm到80mm左右 如果以我的手指頭 大概是剛好是五指幅左右 那今天預計降低大概剩下兩指半 那後方的話 彈簧230場吃6公斤的 這個桶針 經理剛剛提到過的就是應用這台車 所以其實6公斤 以這台的車重來做 並沒有做得很重 因為還是要考慮到這台車 最主要原本應該要有的舒適度啊 不然以這台車來說的話 如果要更運動化一點點 其實可以配到8公斤 但是要兼顧到舒適的話 6公斤是還蠻適合的一個公斤數 後方的行程喔 因應配到比較低的磅數 所以它的行程 這一節的作動行程啊 需要做到170到180mm 才是可以對應的一個幅度 這個是有防整套啦 裡面有一個饅頭 然後這個有附一個上座 上座的下方有一個阻尼調整機構 這個阻尼調整機構 就是來調整軟硬度的 也許有可能車友原來是原廠的 然後換了改裝之後 哇覺得太硬 就可以從這個地方來把它調軟一點點 也許有可能比較熱血的車友啊 他覺得換上去之後不夠硬 也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硬一點點 所以軟硬調整局部結構啊 是在這裡 那這個地方是在調整車高的 車高的取決 不是桶生的長端喔 不是這裡 車高的取決的話 是從這個地方 我們如果把它這個Hiro Key 把它調長的話 它的車高就會變高 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所以它的上方橡皮啊 彈簧 原廠的彈簧 上方橡皮是要沿用原廠的 下方的話 也有一塊大橡皮 這一塊大橡皮的話 也是要沿用原廠的機構 那這一台車還有一個安裝的重點 就是當車高設定完畢之後 後方桶生到底要調多少 就是一樣是這一台車的一個 安裝的重點 後方的桶生喔 如果調的太長的話 它的彈簧就會有可能會送多嘛 會有造成異音 可是如果後方的桶生 縮得太短的話 它把它好像預載過多了 那就不好做了齁 所以後方的桶生 長短度的話 請大概請計師齁 大概調到剛好的壓縮攤 3到5mm左右 就是一個剛好的長度 這個是後方的一個介紹 那這一台車的 排氣管也有改裝耶齁 還有改裝一些拉桿之類的齁 然後防晴桿的話是沒有吧齁 防晴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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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看到 這裡有一些拉桿齁 還有排氣管 還有改電子板門 哇這個車油也還蠻熱血的齁 然後這台車其實啦 其實本來齁 我們有叫了一個CX5的後仰角調整器 本來想要試著把它合看看 但是調整之後 它調整的幅度太長了 所以CX9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 如果有辦法 找到專用的調整器的話 來給這台車來專用 會比較安全一點點 那其實這台車在 下直幣的內側啊 有一顆偏心螺絲 是可以調整 最主要是調整速角 但是那一顆偏心螺絲 在調整速角的時候 它的CAMBER角度也會微幅改變 只是它是靠偏心螺絲來做調整 所以它能調整的區間範圍啊 是比較少的 那萬一降低的幅度比較多的話 它的後輪有可能會變這個角度 那就有可能會校正不到 那今天的話 大概降低到兩指半 應該是差不多 剛好是下方可調螺絲的一個臨界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介紹完畢了 來看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 車主也有改裝煞車 這個是後方的加大點 這台車也有廠商做耶 不簡單 那前面的話 車主其實也有改了一個煞車的機構 前面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我們先看上座好了 那上面的話 這個也有 這個是陳腐的拉桿吧 這個也有改東西 這個是費有回收嗎 好 那這一個上座 上座的話 是在引擎室打開 這個打開之後 從這裡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那KT有附上座 在上座的正中心有一個KT的LOGO 這個標示的地方 就是來調整軟硬度了 鏡頭會遮到嗎 我如果順時針的話 這樣就變硬 往H的方向 就是變硬 往逆時針 就是變軟 所以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阻尼的部分的話 調整的秘訣 第一個 我們要先把胎壓呢 打到原廠的建議值 然後再來調整阻尼 那阻尼的調整秘技 就是左邊跟右邊呢 一定要對稱就可以了 好 那前面上部的部分 大概是這樣 這個應該叫20Z對不對 好 這個也是多核塞的卡鉗 前面的自動力道提升了 後方用加大碟 那基本上這台底盤 再加上B&T就已經到達一個水平 前面的話 我們是配置了8公斤的彈簧 那離載串的部分 這個原廠的斜針塊的話 可裝可不裝 這個原廠斜針塊 然後 離載串的部分的話 是沿用原廠的 那這裡有一些ABS感應線 或者是油管固定位置的話 這些都是跟原廠位置是一模一樣的 那前面的車高原廠是大概不到40V 輪胎上遠到葉子板 大概是60mm 大概不到40V 那待會的話 希望降到大概剩下45mm左右 大概不到30V 都是略降車高一些 都是略降而已 那前面車高的部分調整 跟後方調整方式是不同 它前面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麥花城它的調整車高的方式 就是很簡單 更單純一點 我們把桶聲拉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把桶聲縮短 它的車高就變低了 所以這個的話 這樣的設計的話 它能調高跟調低的區間範圍呢 其實是蠻寬的 所以它 而且它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 是都差不了多少 對 好像板上有幾個車友 也是CX9 有陸續在詢問當中 那我們也有把今天 在來想要安裝的一個資訊 跟這些車友來分享 如果這些車友 剛好在線上觀看的話 也可以立刻發問 我們會把鏡頭呢 帶到CX9的車友 想要看的地方 那這裡的話 有一些 那個 前面的加速的防線看 車友的話也已經有做改裝了 那用料部分的話 KT一樣是使用一整桶 是義大利進口IP的處理 油風的話 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風 這台車應該很多的車友 是會推崇日本的一個 Tim的品牌 或者是Costco 或者是HKS之類的 還有Tanabe 這些都是日本很知名的品牌 那日本很知名的品牌 龍頭的話是Tim Tim的話 它所使用的油風 油關到避震器壽命最相關度的油風 Tim的話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風 KT一樣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那選擇KT還有一個還不錯的地方 就是 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那即便用那麼好的油風 那麼好的煮米油 可是有可能開了大概三年五年之後 它已經會裂貨 會有可能會漏油 但是後續的服務 譬如說 我們要換裡面的油風 要換防塵套 要換裡面的煮米油 這些KT的售後服務 不論是工廠或者是我們經銷商 都有辦法幫各位來做日後售後的服務 所以我們的工廠的特色就是 不需要再把它寄到國外 或者是委憂它 委憂外面的一些維修的工廠來做翻修 工廠本身就有辦法來做這些售後的服務 那KT的話自己也有提供了一些試乘車 包含北區的經銷商 中區的經銷商 南區的經銷商 跟店角 我們一整個體系呢 都有辦法提供試乘車 來給各位來試乘 那比較避震器的方式 也許有可能 用詢問的不是很客觀吧 因為每個人想要的感覺不同啊 那歡迎大家呢 來做實車的試乘 覺得實車試乘之後 覺得滿意啊 再來考慮要不要安裝就好了 以上是今天2019年款2.5升四輪驅動CX9的一個安裝介紹 謝謝大家 今天直播就到這囉 掰掰